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为您带来的是6月26到29号在新峰球场举行的2014宣洁生计科技杯高尔夫公开赛 由台湾最顶尖的高球制片团队佛丽登创意影像为您带来最精彩的赛事激进 这场比赛首度由科技工艺联谊会与台湾职业高尔夫协会主办 TLPGA与新峰球场协办也是首次由宣洁生计冠名赞助 这是台湾十分罕见将男子与女子公开赛一起举办的高球盛会 这项比赛的主要发起人为大会会长 也是志源科技公司董事长宣明志 以及总干事汉门企业董事长尼吉西 及执行顾问TPGA理事长叶章庭 号召科技界友人组成科技工艺联谊会共襄胜举 另外也是为了协助TLPGA申请纳入世界积分组织 如果台湾女子群回赛 今年7月能被国际积分组织承认 台湾选手将可获得世界积分排名 以力取得2016里约奥运参赛资格 这项比赛是今年台湾男子职业赛第三大比赛 仅次于三商台湾名人赛与养德TPC锦标赛 首次由科技工艺联谊会主办 联谊会主要目标就是能够协助台湾高球界蓬勃发展 使台湾高球实力发扬光大 提升选手竞争力 今年科技杯一分男子组和女子组公开赛 男子公开赛总奖金台币700万元 比赛为四回合72栋 有八国96位男选手参赛 争夺台币120万元冠军奖金及冠军头衔 女子组公开赛总奖金300万元 为三回合54栋 有七个国家48位职业女将 角逐冠军奖金42万元及冠军头衔 亚军是24万元 男女组合即总奖金高达了1000万元 比赛更提供了一杆进洞特别奖项 在东区第八洞 由台湾爱比表公司赞助价值台币58万4000元的 皇家像树离岸型Diver自动上链潜水表一支 而赛前记者会上连接国际公司董事长郝挺 代表科技联谊公议会 特别提出了三项加码激励奖项 包括每日最低赶奖金5万元 四回合总赶低于标准赶双位数奖金20万元 以及每打出了一只老鹰 球员就可以获得奖金2万元的老鹰奖金 对选手来说无非是极大的鼓励 也感受到科技工业联谊会对台湾高球的支持 高额总奖金和加码的奖励 吸引台湾职业高手纷纷出荣角逐荣耀 包括刚拿下红牌游戏公开赛的台湾一哥林文堂 6月才在中旬赛一战拿下冠军的红剑瑶 还有今年4月及5月在ADT拿下两贯 目前位居ADT奖金排名第一的詹世昌 上届科技杯男子公开赛冠军的吕文德 都参赛角逐高额总奖金 吕文德带着未免的压力来应战 其实这座球场也算是他的home course 因为在当兵时就存在新风球场练球两年 对于这场比赛 吕文德其实很有想法 压力比较大 因为现在毕竟长春组的都跟年轻人在打比较吃力了 但是我是尽力而为的 这个球场我早在二十几年前我打一而一时代 我在一边居信了两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球场我对我来讲我也蛮熟的 这是我的home course之一 女子赛也是好手如云 包括去年科技杯冠军石慧如 2012冠军选手泰国女将Terana Yompen 另外还有今年台询女子赛奖军 谈赢战区第一的钱佩云 男女职业好手精英全速出动 将同场挥出最精彩的和民共战 现在马上带大家欣赏精彩的第一回合赛事极竞 第一回合开打 迎接的是热情的太阳 酷热的天气对选手而言是一大挑战 但对于早上出发的选手们来说 较为凉爽的天气是给早开球的选手一大呼应 所以第一回合的领先榜上都是早上出发的选手 上届科技杯冠军吕文德第一回合从第十栋出发 将是老的辣 在上一场红牌油漆公开赛 吕文德就已经打出很好的成绩 虽然很可惜她的前九栋没有赚到鸟 但在第五栋和第九栋都抓了鸟 全场无缝皮 让她第一回合结束 以低于标准感两感的七十感 暂时并列第六位 同样并列第六的还有吕伟志 脑伤康复后重出江湖的她 在上一场红牌油漆就已经展现惊人的好成绩 这一场她继续发挥实力 一样从第十栋出发的她 虽然在第一栋就吞了Bogi 但后来全场抓下了三只鸟 可惜最后一栋第九栋又吞了一记Bogi 但她仍以低于标准感两感的七十感 暂时并列第六位 还有一位并列第六位的选手 是淡水球员曾鸿胜 第一栋出发的她 前九就在第五栋以及第九栋 就抓了两只鸟 无Bogi 可惜后九第十三栋还有第十四栋 连吞了两记Bogi 让她白转 但就在第十八栋 她的最后一栋 漂亮地设下了老鹰 除了让她最终以低于标准感两感的七十感 暂时并列第六之外 还获得了两万元的老鹰奖金 新风球场选手曾凯全 夹带主场优势 从第一栋出发的她 前九就抓了三只鸟 但也吞了一记Bogi 后九再发威抓了四只鸟 可惜在第十五 十六 十七栋 连吞三记Bogi 但七只鸟 四个Bogi 仍让她以负三的好成绩 暂时并列第三 来自菲律宾的安东尼奥 从第十栋出发 全场平稳地没有吞下任何Bogi 抓了三只鸟 让她同样以负三的成绩并列第三 新风帮在地选手詹士昌 今年气势 冲冲冲 即今年已经拿下了两场ADT冠军之后 上场红牌游戏公开赛也有不错的表现 从第十栋出发的她 还没有打热手感 在第十栋就先吞了一记Bogi 但凭着对场地的熟悉 全场抓下了六只鸟的好成绩 虽然在第六栋第八栋骨吞Bogi 但最后仍以负三的成绩并列第三 台湾不老之虎汪德昌 是2012年科技杯的冠军 第十栋出发的她 一开赛就先来只鸟开场 不论开球木杆 短杆还有推杆 第一回合都表现低失物率 全场总共打下六只鸟 可惜有两记Bogi 但她仍以负四的六十八杆战牌领先位 不过这个领先位可不是她独享 还有林建兵 她是第一回合第一组出发的选手 趁着凉爽的天气抓下了四只小鸟 没有Bogi的完美演出 让她第一回合以六十八杆 和汪德昌战时并列第一 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下 第一回合的成绩表 第一回合打完 林建兵和汪德昌以六十八杆并列领先 曾凯全 安东尼奥 还有詹士昌以一杆之叉并列在第三位 另外曾鸿胜和吕伟志 以及吕文德以七十杆并列在第六位 而在比赛现场 我们也看到了有许多学生到场观赛 原来这是新风球场比照前两年 邀请新竹当地各校学生 来参观学习高尔夫活动及礼仪教学 让新生在共同学习成长 几乎每位学生都是第一次到高尔夫球场 对于来看比赛 他们都充满着兴奋的心情 就之前在电视上也有看过比赛 然后实际上来到场地 会觉得就是很广大 会跟电视上有比赛 看他们打球尤其是在沙坑 还有在推杆子的时候 就是就差一点点的没有进洞的话 也还是会替他们捏把冷汗 然后如果开球开很远的话 也会替他们高兴 新风球场如此用心 为的就是努力将高尔夫运动向下扎根 推向全民运动 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为您送上更精彩的第二回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